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频道 首先今天我想讲一段影片 可能会有一些词语上面 我是用错字的 因为我真的不懂词语上面的问题 所以请体谅 究竟传统重要 还是进步重要 有时候看留言也好 听人说也好 都讲传统的重要性 就好像一个仪式 一定要100%跟触前人 要100% 差一点就永远差一点 但有时候我又会想 人是会有进步的 对不对? 援派都可能需要进步 就会演变成更改了部分的仪式 以前网络就没那么发得 所有信息、书籍都很难找到 当人传人 即前传口教的教育模式下 真的可以100%复制到 我个人就觉得没什么可能 加上师傅对徒弟留有一手 是中国的惯例 传到今时今日 即是不要说100% 有50%我已经觉得很厉害 今时今日 资讯发达到 什么都可以上网买到 在前传口教的教育模式下 到了这个年代 我估计很多师傅都会发现 网络上 会有自己门派 或者正在学习的知识 如果是我 即是我 我怎么都会拿来看看 即是买一本 看看和自己的有什么分别 但如果发现 买回来的东西 和自己学的东西 有八成相似 比罪是你 你会如何 如何处理另外的两成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问题 因为我拍片拍了这么久 我都发觉 如果 张森比己 我是个师傅 我发现了自己在学习的东西 一直都在流传下来 但原来 我 我这条水流传下来 人家的水 原来也是流传 和我一模一样的东西 但是 我买了一本法本 发现有两成是不同的 我会如何处理 大家可以留言说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如何处理 另外 我经常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 阴师过教问题 首先 我用我理解去说一下 阴师过教代表一个 已经鲜游了的人 或者 修炼到 新鲜的人 我不太懂得形容 总之就是 曾经是人类 或者 从来都不是人类的 神 或鬼 或魔 或山精妖怪 总之就是 另一个世界的灵 然后上了一个人生 再教导他法术 这是我理解和我现在的定义 大家学得法术 当然相信鬼神的存在 至于 为什么会选择 那个人去传教呢 就是很个人故事 没得说的 但是我的想法是 既然 前人上你身教你 你学到的东西 应该是100%传统 套入现在 现实流传下来的东西 应该是很配合才对的 但是我看过很多 音师过教的人 我发现 我发现 不单止传到一刻刻 甚至是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呢 我不懂法术 不便评价 但是历史 不可能不知道吧 那 那 那师父上你身 你一定会知道 师父是谁 应该会知道 师父的历史 但是我发现 很超出我想象的 可以说 不太清楚 上身的神明是谁 更加不知道 上身神明的历史 只是单纯 传你法力 教你法术 在这一点 我不认同 但是我又真的不懂 所以我都很想 大家留言 去教导一下小弟 鬼上身 在这个年代 常常会发生的 真假我不评论 但是相信鬼上一个人身 需要有固定的规则才会成立 而这些规则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 为什么很少会有 神上身的个案呢 其实都有 在神功范畴上 叫同身 台湾 上同身 走上街 做仪式 或者受誕 但是 神上身的规则又会是怎样的呢 是不是大鱼大肉之后 饱暖师奉者 然后回去神坛上炷香 神明时会上身呢 古人又为什么会收仙 收得这么辛苦 有N条戒条要守 早睡 早起 苦命修行 才有机会变成真人 见到神明 还是现在仙界都有进步 知道繁奸时代不同了 就允许大家捱野兽 而最大问题是 大家如何区分 上身那位是神明 还是鬼神 而上身那位神明 又会不会是你想要那位呢 即是错配啦 这个挺好笑的 有人说 有人告诉你 你有缩世恩怨 但遇到之后 原来对象是一只猪 那你还会不会对神明 安排的恩怨 有憧憬和幻想呢 还是你会和那只猪 发生关系 然后完成你的恩果业缘呢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曾经 曾经的朋友 上了大台的灵异节目 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在我眼中 他连基本知识都不懂 那时候呢 他一九年呢 其实我发布其他诗 我尽量找回这片给大家看 光 是一定慢过声的 就好像在闲队那样 听到声才会越来越闲点 声是比光的 声比光的 声比光的 光速最快的 是什么 不是闪完之后 什么叫超音波 我还不听过 小学有教 我看你不是太好 我都不看 是我不对 对不起 在认识他的时间当中 他突然有了神通 看大台的节目 我真的有一些失落 因为苦苦修行 想离开现世的修行者 变成现世上 节目利用神通去娱乐大家 如果真的有神通 是不是真的可以公开研发 还是由始至终 都不过是一个娱乐节目呢 对我来说 全部都是迷思 一个人研究不了 让大家留言去搞到 但有一点 我挺确定的 很多人都想有阴阳眼 或者神通 是想象不到这么多 真的想象不到这么多 但大家追求神通 去改变现况的时候 大家忽略了 人类本身就有神通 就是思考 努力和集中 与其过分追求难以得到的能力 不如增加 与生俱来的能力 共勉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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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